大家好,我是爱收藏的田园 上一期我们主要聊了一下这个清代中期的龙文啊 乾隆、嘉庆跟道光时期的龙文 他们与这个清代早期顺康庸有什么样的区别 以及他们自身有什么样的特点 这一期我们主要就来聊一下什么 聊一下这个晚清时期 贤同光宣时期龙文有什么样的特点 从贤峰开始这个龙啊就真的是很草率 确实他如果跟这个前面的朝代比起来 他这个龙文的不管是画法还是细节的处理啊 都不如前朝的那么细 他跟道光都不能比 但是这个仅限于什么 同级别 贤峰也有画的很好的 也有画的很拉的 但是你同级别比的话 他确实是不如前朝看着更稀反一些 然后贤峰的这个龙文 你会感觉他那个龙鼻子大了 就是跟贤峰时期人物有点像 有那种大鼻子 硬钩鼻 他可能也就是跟这个 他这个时代的特征有关系 就是他们那个时期的特点 在一个贤峰时期 龙文的这个龙点啊 基本上都是点上去的 很少有这种给你一下一下 渲染成这种善性的东西 比较少 不能说没有 是比较少 他打多少点上去 这还是官摇 然后民摇就对吧 更 你看那龙化就更 更拉胯 但是咸丰也有好东西 咸丰也很贵 为啥 咸丰这个太平天国 就是那时候 景德镇那边 西边都被的那个 太平军战 所以前方时期的官摇 很贵很贵的 一个咸丰的官摇 这奇怪话 咱咸丰的一个季篮 不是季红柚的 一个玉湖春平 卖的价格比乾隆的还多 这真的 所以说咸丰朝的这个官摇 是咱们收藏的一种 热点 为啥 就是因为少 它是一个物以稀为贵的 一个典型的一个实体 咸丰的东西 它真的贵 为啥 它少 它真的少 说不清楚 就是咸丰官摇很贵 这是题外话 再一个就是什么 咸丰朝的这个 我个人觉得 他的这个时期的龙文 还是有一点 乾隆时期的风采 有一些咸丰的龙文 你画的还跟乾隆挺像 是真的还挺像 就是他比较像乾隆 二个乾隆 咸丰时期的这个瓷器 它那个 风格有点像乾隆 有点花里胡哨 这也跟乾隆 可能这个 本人的性格 有一些关系 他其实还蛮厉精图纸的 可是 这个 对吧 时运不及 比较倒霉 然后 下一集到童志 童志 怎么说 童志的这个龙文 就进一步更弱 然后脑袋更大 脖子更细 身子更像个泥手 不相调容 这是童志 但是童志的这个龙 我觉得比光绪来说 就咱们只能比着说了 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特点 就是比光绪来说 个人觉得他还画的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那个 景气是光绪的那个龙更加的土童化 童志的龙呢 你看他那个棕毛 他好多都是往后飘 然后那个童志的龙文的那个鳞片 那个蛇腹 比他那个爪子 看着就非常的 跟那个咸丰 你咸丰起码 你看着还是挺规矩 但童志那个爪子跟那个蛇腹 就看着非常的草率 就已经画的很 不那个啥 但是童志时期也有好东西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举个例子 比如说童志大温子 是吧 也很牛掰了 再一个就是 刺激太后那些东西 对吧 大雅寨的 那也是很牛很牛了 那些东西 什么楚秀公的这些玩意 相当厉害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他 但是就是拿龙文整体的这个感觉 跟风格来说 他确实弱得多了 你要说到童志的这个龙的这个图案化 是更严重 就是你觉得这个龙 他死呆呆 他就在那个上面 他就那样 然后包括他那个龙尾巴 那个扭动的那种感觉 你看早期那种扭动 你会感觉那种腾挪 但是到了童志晚期 这种感觉 他就是这样子 对吧 他就图案化 反倒是民谣 有一些龙 你看这还画着活灵活现呢 但是他画的确实粗 好看 这是实话 也是大头 但是你感觉 这个龙画的还是挺活灵活现 这他民谣上反倒这样子 这是童志 到了光绪 更是大头龙 你看光绪 很多那种大的反红盘子 还那种大的青花盘子 那龙的脑袋 大的要命 然后脖子细细的 然后龙身也看着这种腾挪扭动 但是那个扭动 相对于早期的这些个龙盘 或者就跟他一样的这种龙盘 你看那个扭动 你感觉死死的 人家那种感觉 他是那种扭动的 他那就是这样子 对吧 就仅此而已 就是他的这个特征 但是他的这个渲染 你看也有那种点上去的龙盘 也有那种扇性 但是那种扇性龙盘 一定在那高级别的体肤上 你看他那个碗 对吧 那种大运刺那种灌摇的碗 那都是点上去的 很草率 而且龙画的更呆 眼球突出来 然后一副那种要死的样子 就是光绪的特征 非常的草率 到了轩筒 满贡就三年吧 轩筒就更化的草率 真的很草率 包括他的青花的用料 以及这个龙盘的这个渲染 确实更不行 轩筒是更不行 但是轩筒贵 为啥还是少 物以其为为 轩筒的这个观摇器 要比这个光绪还要贵 这因为 就是因为他小 他少 他就三年 非常的少 这题外话 总体来说 咸铜光轩 这已经属于清代晚期的这个龙盘 他的这个给你的感觉 就是龙很弱 非常的图案化 而且细节处理的非常的草率 但是这个草率是相对于前朝来说 而是同级别下 你不能说前朝 你拿破明摇那龙 对吧 跟人家晚星一观摇 打龙盘 那更也比不少 是吧 也也戏法 但是你拿晚星那种正二八经的 打龙盘 跟清早期雍正啊 康熙 那种打龙盘 那就更比 那也啥也不是 这就是得同级别 你去比才行 你不能说是跨着级的比 对吧 那没有可比性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 感觉到这个龙 为啥说晚星 真的看起来很弱 然后三代的龙 对吧 包括清早期的龙 看着就是气势很凶 就是这样去比 到这儿的话 我觉得龙文基本上 就差不多了吧 民国民国的龙 光绪龙也没啥太大区别 你要硬说 他有啥区别 民国也有这种爪子开花的 光绪也有爪子开花的 民国也有爪子是这样子 光绪也有爪子这样 我们说不清了 具体得看看 看这些什么胎质啊 右面啊 气形各方面去看 尤其看风格 民国的风格 还是晚清的风格 有时候民国跟晚清的风格 都长一块 你分不太清 这实话 我们一般晚清民国 就是我们有时候老说 这东西 满清民国的 就是你确实把它导致不清 这真的 我们不要去纠结这个东西 OK 这个龙文啊 就从这个元代啊 一直到这个 晚清时期的龙文 大概就是这么些的内容 可能我说的也不是特别的详细啊 就只是把一些大概的风格 跟一些区别的点 给大家大致的梳理一下 好吧 我是爱收藏的天员 喜欢我的视频呢 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